你電池當我們用久啦 或是有一些使用不當的情形的時候呢 這邊指的就是說過沖或過放 這樣子都是不好的情形 那這個常常就會看到說電池它會膨脹起來 我先跟大家分享一下 這個是營業ES的450的電池 這個是原廠的狀況 你看它的厚度 電池的厚度是7mm 這是正常的情況之下 然後我這邊有一個這個你看就是非常明顯的 已經膨脹起來了 很脹喔這個啊 我不知道畫面上看不看得清楚 它真的 脹蠻大的 那你看這個是原廠的 不是原廠就是說 它還沒有脹起來的樣子 然後這個是膨脹過後 比較一下 差很多 這個我來量一下喔 喔 小心一點 這個現在脹到 十一十二 喔 脹到十二了 從七到十二 已經快要是 哇 誇張欸 七二十四嘛 這已經到十二了 然後這裡我是 這個叫什麼去 格式 格式的塔圖的電池 它這個也是脹起來 你看 我這裡手上有兩顆 但是它都已經脹起來了 只是沒有 這個營業的脹這麼誇張 沒有這顆這麼誇張 但是它已經也開始膨脹了 我們都量一下好了 咦 剛好到了10mm 看一下這個 看一下這個 量一下 這個也是 差不多 算10mm 這個電池 電池喔 這顆就是 微微的脹起來 但是我 看人啊 建議 我是覺得說 這個就 還是不要用好了 總之會有危險 一般的情況之下 其實這顆我總覺得 也是有小小 微微的摸起來 微微的好像 有點感覺 想要膨脹的感覺 那麼這些已經膨脹的 鋰電池啊 千萬不要隨便把它丟掉喔 這個都是 帶有 具有一定的危險性 然後呢 也不是很環保 萬一這個 你看 線頭斷啦之類的 這個這樣都不是很好喔 嗯 據我所知呢 垃圾場他的 在回收電池的部分 應該是可以直接拿給他 但是 還是 我是覺得還是 不是很恰當啦 那玩 航模的玩家 大部分都有個習慣 就是我們會拿去 把它泡在鹽水裡面 這個原理是什麼呢 鋰電池泡在鹽水裡面 鹽水因為它會導電啊 它就會有個電解反應 就是慢慢 等於是慢慢慢慢的放電 會讓這個電池慢慢的放 放為0 那也有些人呢 可以用他那個 有些充電器他有放電的功能 才會把電池能 可以放到最低 那你看我現在這個是PH2.0的 我手邊 沒有PH2.0 又可以放電的這個充電器喔 所以呢 一般我們就會把它 又放到鹽水上 泡一泡 把它電自然的放完 那麼我們現在就來 做一個示範給大家看囉 來 現在鹽水已經裝好了 呃 一般來說 調配的濃度 我是聽那個前輩說 不要太濃啊 免得說放電的速度過快 現在放進去 尤其是這個最大的 最厚的 好 放這個PH2.0的頭塞下去 我特別拿一個透明的杯子 看看能不能照得比較清楚 然後我們現在來看一下 是不是有這個 產生反應呢 好 我們現在把鏡頭拉近一點看喔 你看它裡面 有很多小泡泡 這個街頭的部分已經 開始冒泡 然後旁邊還有很多小小的泡泡 我們就讓電池這樣子放著吧 具體來說放多久也不一定啊 有的人說好幾個小時 又有人放一天 還是要根據你的鹽水濃度 讓它的放電速度來看喔 泡泡感覺有 越來越多的感覺啊 好吧 那這個就是簡單的示範啊 泡完鹽水之後 整個放電放光光 它沒有泡泡之後呢 就可以拿起來 準備拿去丟掉了 一樣拿去回收喔 鋰電池千萬記住 不要亂丟 那泡鹽水的話 我也會建議是在室外進行 像我的陽台這邊弄 因為它產生一些氣體 那這個當然是 雖然說很微量 非常微量 但是呢 對人體總是不好 這種東西還是在室外弄 會比較好一點 好啦 那今天的影片就到這邊吧 這個非常無聊的影片 感謝你們收看 我們下支影片再見吧 掰掰